我其实本身是学marketing 可是我是在 我其实就在Rainwick长大 我就在这边 我就在心里长大的 应该 你是很小就来这边了吗 十四岁吧 十四岁 然后我在这边读的大学 然后大学读的是商 可是在我那时候读的商的话 我还需要学大概六颗不相关的东西 就与商 无用的东西 所以我当时学的是 时装设计 有学心理学 我西班牙文是在阿根廷学的 然后文学是在北大 就交换了几个学校 然后对 但我觉得这些才是最有用的 其实不是无用的 我觉得这个才是对人的滋养 所以你说我设计的话 我后面跟我先生是做房地产开发吗 所以我们也自己设计 也自己 可是又三十几个unit 我们现在还是设计者 其实 但这个凯琳已经变成了我们的主页 因为这个东西走得很远了 现在已经 就在两年多时间 就是你们是从做房产开发开始的 然后因为需要的这些建材 但是后来这个反而成了你的主页了 在市场上没有这个东西啊 然后可是我们看到了 我看到了我跟我先生 我是真的喜欢词 然后是就 我说词是这种词 然后 然后我们就想说词 其实磚 你遇到了惯心 就是那个国内就叫惯心草词 他们也是对 他们也不是把它当铲来对待 就能做成这个样子 绝对是用词的心 词气 就是这个就是词气 对吧 so I thought it's pretty nice to think about that 然后这个一点对我们中国人 一点的不陌生 词气 然后你要知道 我们有八百年的历史 是鬼老不知道我们怎么做的词 然后你们现在就是转这个 那你们这个现在就是 主要是你们两个人在 没有没有 我们有八个人啊 我们有 Sales Manager 有管护流的 Marketing Graphic Designer Interior Designer 还有两个大学的 Intern 对啊 有八个 我们有团队有八个人 不止我们两个 那你在这个 做这个里边 就像你说到这个 就是客人 他们的固有的思维里面 会觉得 他们觉得 你会不会就是遇到一些 就是比较困难的 很多啊 一开始 特别是现在 这边是 换了大的showroom之后 现在 应该是头两年 是在比较小的showroom的时候 其实从第一天 第一天就有人开始 就有一个说 就那时候只有我跟我先生两个 然后我们就穿那种健身服 在那边搬砖啊 然后 然后她就 那个女的 是本地的啦 然后她就说 她就说 oh you can't be here 然后我说为什么 因为她也是做磁砖 就在同一条街 同一同一个 complex里面 然后说 so you copy me 然后我说 why would i copy you 然后因为 因为我们也是把那个东西 有 可是我们不是 but we 然后我就说这是 we selling 然后她就问我们说什么 我就说 we sell this is our products from china like the best in china from china is like the ferrari like in china 然后她就说 oh 就是 然后她就开始 name drop 这边附近的很多大的 那种design 这是叫architectural store 然后就比如说 have you know you know this lenten have you done your market research I was like yeah of course i've done my market research 然后她就说 but you can't be here you should go back to you should like people in alessandra the client here i know them for like 20 years you know they don't buy anything from asia 然后我说 i'm sorry like what 然后我当 然后她就说 you know where where usually they go it's 就是如果说你们亚洲产品 要去canterbury 就是在西建材街 之类 我也很多respect to them 因为我们有家人在那边工作 但是 但她会觉得说 alessandra 这是传统的西人的设计权 然后你不能在这里 她不接手 而且不能 但是她也觉得你不会成功 她祝你不好运 对吧 然后我说anyway 然后她就 然后我忘了我当时也反驳了什么东西 但是她根本一句话都听不进去 她一直说 然后她说这种就是 it's not going to work 然后这种 这种Asian东西都很 就是 我从来没有买过 连我生活都不会用任何亚洲的东西 然后我就 然后我老公就说 what universe 就是你在澳洲 你还怎么可能不用任何 make in China的东西 可是就是有这种叫白色垃圾 可是 可是我不能 所以我当然不能一概而论说 鬼啊 因为我们这边全部都是 好多澳洲人在军工 但是就有一些 我觉得在任何的民族 都会有这些叫做 思想和狭隘 他不能 就比如说 就我真的觉得如果说 就没有那么 那么没有气度的一个人 就我在想就 如果说我老了 我做这一行二十几年了 我看到一对夫妇 年轻夫妇在做生意 他做的是跟你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他说 我为什么不去鼓励一下他 我为什么就勾结采他 叫他离开呢 就 可是 当时我觉得还是蛮 有 有 有很多这种人 而且来的时候 来的时候 他们就会是客人也好 客人的话 他一来就 我不知道 有一些中国人 他会一来就 就比如说 你刚才在门口看的这个 他说 哇 这个好中国 哇 这个又好中国 你们这些东西也不会 他说 国内叫盐吧 哎呀 都被人家卖剩下了 你们不会 他说 比如说我们说两百多块 哎呀 我在哪里哪里看到 这七十块钱了 你卖我五十八 我给你买两 就多 就 就他没办法理解 然后所以有两 当时有两 最难的两堆客人 是一堆就是本地的固化思维的鬼老 就是觉得自己是在设计圈什么什么 他不想要跟你任何 make in China 而且当时是疫情刚开始 我们都被叫China 就熊猫病毒的那一段时间 你记得 对对对 我知道 所以就 that was exactly that 那个四月份是刚好是我跟我先生 set up这个business 你们刚开 你们的疫情开始开的 对 我们在开就两年 就同居现在两年半 刚好两年半 然后整个疫情是 就整个疫情 我们cover了整个疫情 就刚爆发 就我们两个在 就很难 然后所以第一堆是那种 然后第二堆其实是很大的 cut 当时我还蛮fustrated 是中国人 反正我不知道你怎么 就but anyway I could be between 就是没有 他们会蛮不友好的 因为他会觉得说 你这件事不会成功的 意思很多 可是我现在就觉得 就是我觉得感觉是 所有的民族 都会有这种人 也不能说是哪一个人 就是就是 everyone else 他们有些人就是 they can't do it and they tell you you can't do it 然后比如说 我当时带着这个茶桌 在那边 然后我就说 我想要泡茶 然后他说 but this is so not alessandra I know alessandra 是工业风 就是 然后我就说 it will work 我知道 这是我设计的 然后说 I know 因为我有自己的品位 我知道 这不是日本 这不是Korea This is Chinese very very Chinese 然后我可以 然后 然后我也要人第一眼 就知道我们是Chinese 我们的名字就是Chinese Name 然后有些 然后有些中国人说 你不能叫他说 就名字一看着中国人 谁会买啊 他说 他说 我本来是中国 我怎么藏 我不是中国人 他说 你英文那么好 不说中文就好了呀 就会有这种人 然后我就觉得 why 我们中国人那么 瓷器就我们发明了 为什么我还不能说 我们的瓷砖是好的 我觉得这个是 我觉得现在我们 你来了 你会看到说 哇 你们很中国 但是我觉得 这个很多的中国客人 现在也开始 我们叫中国人叫菌台 因为他看到很多西方的 那么大的architect 都认同我们 就比如说 还是会有人说 哇 那个看起来 很像那种 我家那种法郎 就是国内的那种 乡村style什么什么 就是那种乡下屋子的那种 然后我就说 可是这个刚刚被那个 就是fine dining 叫mat machine 就很出名的一个 interdesigner 他用了在现在 在Jaw Street 就是卖那种 300块钱 fine dining restaurant 他也是用这个 然后我不太觉得是 就我现在能有这个 我可以说回去了 可是你想说 以前还没有人用的时候 我其实很委屈的 我没有backing 对 没有别人给你背书 现在的话 因为有很多建筑师 他们都认可 都认可 所以就更容易去 说服他们 拿出一些证据 对啊 所以我不能说 我是我也很讨厌 Neptropping 可是可是就是真的有很多是这种人 他就觉得 所以你会发现 然后他们就开始忙 就是 哦 OK 哎呀 就我说 我觉得还蛮好看 因为就 然后 所以我觉得他成功 他不能是 他不是一下子 而且 表 pull的时候 可能也是风光的时候 然后后面 后面很多 心酸的那种 就比如说 我们要自己 切海报啊 自己去派船单 就很多 然后自己去搬砖 自己去送货 都是很多时候 就是说我跟我先生去做的 然后 然后就是说 今天我们是因为今天是杂志采 就像 你现在后面看到这位哥 这位 Stone是两米高的一个巨人 我们叫 就我们行业的 我们行业的巨石 然后他 你知道他以前是在澳洲最大的 出口商工作 一年要走三千多个柜子的那种公司 就是全澳洲最大的 然后 然后他当时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他是看到蓝色的那个 就是像酒吧蓝色的那个瓷砖 被 他就说 我觉得你们 然后也是跟我们喝了一道茶 一上京 然后他就说 I'm on board 他就来参加 加入 所以 然后你看他现在 他也有穿西装隔离的时候 今天就是搬专人 对对对 其实 因为我做过创业嘛 虽然说是不同行业 但是我觉得 所有的精力应该都是相通的 相通的 而且一开始的时候确实困难 但是你说的那一点的话 就是我在 在看这么fancy的里边 我可能想不到那么具体的 就是在这边 可能西人一开始也不接受 然后华人也觉得 不应该卖这个价格 所以你在这边的市场的话 一开始确实起步很难 但是好处就是 你相信自己的品味 因为我觉得 这才是叫做生意嘛 因为如果你做的生意 是跟别人一样 或者说 你的风格跟别人一样 你直接觉得别人的生意做得好 你直接copy他的 装修风格 copy他的品味 copy他卖所有东西 那你其实没有自己的 就是不可期待性 对啊 你之所以 然后你坚持你自己的风格 然后做出来 你坚信自己的差异 要融入到里边 坚信自己的品味 把自己的装修 都是一个中国风 那我觉得你做出来之后 你成功了 其实别人也是替代不了的 这就是 当然了 我说现在其实 老实说 现在过去的三个月 其实大概有三个competitors 都做了 差不多类型 就有个酒吧 然后这种工业风的 但他没有 他没有再得到 ARM这样的大神 然后他也不可能 他永远都不可能 做一个茶桌 就做这样的一个 其实买这个茶桌 你就告诉他去哪里买 也简单 他买了之后放在这 但是你的所有的感受 你能够提供给别人的 这种理念是不一样 你不是真正认可 你是看到别人 买这个桌子你也买 而不是说你本身 你自己相信 自己的生活态度 生活方式是这样的 然后想传到给客人的 那个我觉得是 最难copy的 其实这个就是 所有一个公司的文化 一个公司的 我觉得这个是最难学的 所以他们也知道 所以他们现在 我觉得所以 对就像你说的那样子 所以我觉得现在 老实说 就有点像那种 就是你之前创业 就是有时候你会就 你知道在澳洲请人很难吗 所以每个员工 我们都很珍惜 但是有时候就是 比如说怀孕啊 比如说父母怎么样 就搬去家 然后我们 我们所有 我跟我先生 是什么都要做的嘛 然后有时候会觉得说 哇天哪 就很累的 因为我们还有两个小孩 我们有两个小宝宝 一个是两岁 一个五岁 都是男孩 然后男孩 就各种 然后就各种闹 所以我们其实 然后可是后面又想说 因为就是因为这个 这个工作 其实说到底 还是我们两个的 face 我跟我先生 人家说 一阴一阳 他是阴 我是阳 因为我是那种 就是广东人的那种 他是俄罗斯 俄罗斯的比利时人 所以他比较 就是内面 可是他 对 他以前是做那个 咨询工 就是management consultant 所以他就心思 很整命 非常理性的一个人 然后我是感性 感性 对 但你们正好 正好配合非常好 两个不同性格 因为在生意里边 face this边 肯定会需要到不同的 他需要考虑到全局 各个方面 所以我们 所以我们 我觉得我们 就搭配还算蛮难得 就夫妻党 就算 对 我们都是 对 我们 我们有自己的长处 但已经做得非常好 然后这个 我要跟你说 这个 这个其实是一个 你吃 因为我们说 get tea drunk 然后这一个 这一个其实是一个艺术品 是一个art piece 所以 我有一个 这个是 反正其实它是一个词 然后它也是一个 成规成土 归土的一个东西 就是它 当时它有点像是 那个维纳斯的 那个衣裳的 那个衣服 然后我们这词 就是它是一个 非常可塑性 就跟我们 中国人 是一样的 它可以是非常 然后你看那个 白菜杯 它有点像白菜 这也是词 这也是词 This is also porcelain 这也是porcelain 你看这边 五个porcelain 它们呈现的样子 都是很不一样的 那就是它的词 的可塑性 你刚刚不说 我第一眼没看出来 我以为是不的 我以为是不一样的 谢谢大家